在1992年的时候 在1992年的时候的 当时叫台北县 现在的新北市选区 那一年的立法委员选举 总共有48个候选人 选票大概有这么长 这样子的选择困不困难 当然很困难啊 可是呢 我们还不是稳稳荡荡地把票投下 选务照样顺顺利利地完成 所以投票到底有多难 无论是公民投票 或者是公职人员选举投票 投票一点都不难 那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干嘛 我们今天在这里 我与反方代表要讨论 公民到底要不要绑大选 这件事情呢 其实是一件非常滑稽 而且非常无奈的事情 因为我想破头都想不出来 一个任何一个合理的理由 为什么不要 为什么不要 如果我们能够有一个 省时省力又省钱的做法 然后来办理公投 台湾人民能够自己表达 自己的自由意志 那为什么我们要选择一个 费钱费时又费力的做法呢 那最常发现的一个问题是 公投如果单独办理 中央选举会自己告诉我们的是 单独办理要花8亿多 那如果合并办理的只要4亿多 这中间差价大概是4亿 4亿能干嘛 如果我们合运办理 我们可以省下这4亿 这4亿能够买100元的便当 买400万个 让400万个台湾人免费吃一餐 如果说我们今天要做样子的改革的话 要做这样子的变化 可不可以请很负责任的告诉我们 请民进党政府很负责任的告诉我们 我们为什么要把钱花在一个没有意义的假改革上面 更何况现在你我都面临到一个是通货膨胀 另外一个是我们现在连年轻人的房子都买不起 我们政府能不能够好心一点 把钱用在该用的地方 把钱用在该用的地方 所以如果今天民进党政府想要说服我们 公投不应该绑大选 我们应该要花这4亿 请告诉我们 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 公投不绑大选 公投不绑大选 到底有什么样超过 有什么样的利益 而这个利益超过4亿台币 值得我们去花 台湾的民主这条路不好走 暂时我们有一段很短的时间 正是因为这次提案的中国国民党登记的反对 台湾人民没法说道 台湾的直接民主一直被他们封印着 一直到台湾的民主潮流挡不住之后 我们才好不容易有了一部公投法 但是当时的公投法在妥协之下 不只提案成案通过的门槛都很高 宛如门板一样 也因此那时候的公投被说成是鸟笼公投 为什么我们希望公投归公投 大选归大选 如同大家所周知的 公投是对输 选记是对人 公投是直接民主 跟选记的意义不同 效果也不同 我们希望让公投对事不对人 不管是上次下次 要能够就事论事才是好事 公投直接民主 不是在拼死活拼输赢 2018年 修法大幅降低公投门槛之后的第一次的公投榜大选 相信大家记忆犹新 那一年我们终于通过了各位可能也已经忘记内容的几个公投案 但是为了公投拼大选所拼出来的十个提案 付出的代价是选务人员 人羊马翻手忙脚乱 从清晨的准备一路到开票的深夜 付出的代价是 有些选民为了要同时投票选举而排了好几个小时 甚至有人必须忍痛因此来放弃他的公投权或者是选举权 而选民们带着小超不明就里的投公投票 或者是在大选之日不时假借传出假借宣传公投的方式 继续为选举动员搞小动作的乱象 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这些乱象都不是单靠增加投票所 增加选务人员就能够改善的 最后公投绑大选让公投跟选举的结果相互牵制 一边开票一边投票的乱象 让选赢的人如同我们尊敬的克市长赢得不够爽快 选输的人如同我们的丁守中先生输得不甘愿 最后也利用这个理由提起了选举诉讼 经验告诉我们这样的事情不只可能影响了选举结果的正当性 也让公民投票的议题失交 公投选举两败俱伤 对台湾的民主发展很是不好